大家好,今天是9月19日 中秋好像過了,市場表現得十分好 今天先跌下後升 今天上升板塊相當多 有哪些板塊多呢? 法學製品、保險、半導體、綜合企業 以及電子消費產品方面 每一道板塊是怎樣? 例如法學製品方面 雖然不是牽涉到指數重頭的部分 不過這些是反映到中國製造業是OK的 如果不可以的話 第一,就不會用很多包合的製品 他們也不會保持上升的形勢 保險一直都是 如果他們對中國的投資前景好 人們認為本公司會多賺 所以他們是怎樣都比較好 其實半導體不用想 芯片業和製造芯片 是所有的很多的輔助商 一是產業 綜合企業方面 都是一些 所謂的太古洋行 就是綜合企業 這代表整體的商業 都是OK的 然後到銷限和電子產品 這又更加是 一直都說過 舊換新的問題 所以我們看看 這個作品是OK的 然後白銀牌方面 今天也看到都是一片紅的 方向生物 在這裏就是 方向生物 這是一個 做於醫療方面的東西 再其次 升得比較多的 就是這些 有阿里巴巴 美團 還有就是 美的也是升得很多 第二天上市 上一日 星期五 升了7% 今天也升9% 加上細節升了15% 這就是帶動了很多 所謂的 很多的 加電業都是好的 港交索 為什麼會升得上來呢 其實我都說 隨著這些 阿里巴巴 什麼大牛龜 如果要在香港 或者美的 在香港貿易的話 一定會帶動到港交索 向好的 好 旗子方面 一如所預期 跌穿了 這個 去到保利加通道底 之後 上來 又是畫那幾條線 第一 升破這裏 再升破 再升破這裏 那就好 這裏 應該怎樣 這裏 升破這裏 那就好 下面的底 是哪裏 這裏 所以 由這裏至這裏 又如果再升破 就是這裏 這裏 這裏的幅度 就是等於上升去這裏的幅度 所以 如果這裏 就是這裏 這裏 這裏再升上去 這裏 是有條件 再看回去 1972至20000點 這裏當然不是一次過就跳到上去 而是將它慢慢升上去 這裏 我們要看回整體來說 8月我們在這裏 8月在這裏 跌回到這裏 就是在這裏 7月這裏 這裏 7月這裏 這裏的時之中 我們找得到 就是7月跌了一半下來 就是這裏 7月這裏 這裏 至於7月的開市 就跌下來了 就升上去 其實就是在這裏 7月的開市位 附近 就是這樣 升來升去 這裏 這裏 沒有再跌下 而再上去 因此再上那裏 應該要按照這裏 如果連續一直上升上去 這裏的勢頭一定會破得到 這裏是185 以至19000 這裏是之前 前幾個星期都跟大家說過 是可以值得是樂觀的原因 因爲技術走勢上 真的啟視到這樣 好了 我們再跟著看看 我們今天可以留意什麼是股票 然後呢 第一隻留意就加禮物流